《月曜日文創園》 Coffies, Movies, Everything Music, Readings, Everything Sunshine, Blue Sky You and me, Everything 《月曜日文創園》 歡迎收聽《月曜日文創園》 我是Kath黃妍 今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這一年吃什麼好》 是由新井123所寫的 新井123這位作者 顧名思義大家聽過名字 就會知道他是一位日本人 但是這本書 不是一本翻譯作品 裡面每一隻中文字 都是新井123 自己逐個逐個寫出來 為什麼一位日本人 他的中文會這麼厲害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再作解釋 而先說一下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是用一個 有點像是紀錄的形式 去記錄所有東西 我自己也覺得是挺歷史性的 因為這本書 是在去年 2020年7月份出版的 而所有的內容 是寫於2019年的3月 至2020年的2月 這個時間 是不是很敏感呢 大家馬上想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錯 就是由沒有疫情 去到有疫情 其實在2020年的2月份 那時候日本 其實已經實施了禁足令 而他在寫 即是作者寫這本書的過程 是大家可以 在這個世界各地 隨意飛 想去哪個地方 就可以去到 現在就算 大家下過街 都要戴個口罩 這一段 這麼歷史性的時刻 那時候我買這本書的時候 都還不知道 原來他寫的時間 是這麼吻合的 和我們這個時代 而當時我是被這本書的 書名吸引了 因為一直以來都覺得 日本人對於吃的要求很高 即是他們不用吃得很奢華 但他們要吃得很精緻 而我又發現 我們作為旅客 好像每一次去日本吃的東西 都是偏向商業化的 例如你一定會去吃拉麵 你一定會吃刺身 會吃壽司 但其實 作為一位日本人 他平日在家裡 家常便飯 每一日 每一季 每一個月份 到底在吃什麼呢 那飲食其實都是一個文化的具體表現 例如我們在香港 我們會喝老火湯 其實在外地也很少 那到底日本又有沒有這些文化呢 當時就覺得很好奇 所以就買了這本書 到我看下去的時候就發現 嗯 我不單止是對於日本 可能不同的節日 他們飲食習慣 這一種的文化 多了認識 我更加是對於作者 他本身的人 背景和他的習慣都多了認識 《這一年吃什麼好》 這本書的作者是新井一二三 他現年59歲 是在東京出生的 大學也在日本讀的 他是在祖道田大學修讀政治學 而在大學時期 其實他是有讀中文的 後來他有去過內地遊歷兩年 當時已經是有做過當地的記者 他是做朝日新聞的 後來他就移民去加拿大 修讀政治學和新聞學 而在移民期間 他有去日家時報那裡 做住多倫多的記者 那段時間也是一直用中文寫作的 後來到了94年 他有來過香港的 他去了亞洲周刊那邊 做中文特派員 也在這份工作期間 其實在採訪期間 他就認識了現在的丈夫 丈夫也是一位日本人 在日本做鬼怪相關的一位作家 叫做林孝 很搞笑的 他們不是回到日本結婚的 他們是去了台北那邊結婚 然後現在就在東京那邊定居 那其實呢 他也有出不同的中文作品 無論是書還是散文 而其實很多散文 他都會在香港台灣的一些報章 甚至是在網上看到的 而一年吃什麼好 就是他最近期的一本作品 也是最近期的一本中文作品 雖然說他是一位日本人 但是在這本書裡面 我是感受不到 他是來自一位日本人的文筆 因為所有的文字都非常之詳純 還有很淺白的 因為他呢 當他形容一些食物的味道 他形容他的外表的時候 他會很直接地 就點出了那個特點 那所以呢 作為讀者呢 我自己其實是挺怕看一些很深的詞語 但是他沒有的 他就真的很直接 很簡單地形容了 而讀者就會很容易去 拍照到整個畫面 甚至是會感受到那個味道 在你的口腔裡面湧出來的 很神奇 而剛才也有提過 其實作者呢 他是有12年在不同地區生活的經驗 他甚至是曾經移過文 而在這本書裡面呢 是挺看得出 他是受了那些不同的飲食文化影響的 例如 大家都會覺得 我們生日呢 我們會吃生日蛋糕 即是你那個選擇就是 我們吃傳統的蛋糕 還是要吃起司蛋糕 還是要吃雪糕蛋糕 等等等等 但他不是的 原來他的習慣呢 但我相信這個 不是傳統日本人的習慣 但他家裡的習慣呢 就是 生日會做披薩 還有是自己家製 然後一做就 做了很多個 因為有一半 書裡面有一半 他就展示了七張披薩的照片 那我就想 披薩通常都應該是用菠蘿 辣肉腸 不同的香草去配搭 就是可能番茄那一類 很豐富的味道 的口味 但他不是的 他除了有最基本的 是意大利口味之外 他會做一些鹽漬的魚的薄餅 他會有三文魚子的薄餅 他也有台灣的烏魚子 就是用台灣烏魚子 而做成的薄餅 是這麼多元化的 那也是因為他的背景 是這麼多元化 就令到這一本書 就是其實我看這本書 我不單止可以看到 一些日本傳統的飲食文化 以及一些傳統節日的文化 稍後我可以再舉些例子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可以看到一個 原來去過其他地方 生活過回來 帶回他們的Fusion 進日本的飲食 會是一件很精彩的事 剛剛說到節日 不如繼續說節日吧 因為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他解開了兩個 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比較大的迷思 其中一個迷思 就是我以前小時候看小丸子的時候 經常都想不明白 為甚麼日本會有女兒節呢 是甚麼來的呢 女兒節要做些甚麼的呢 在這本書 這位媽媽她就有介紹了 她就說 其實在3月3日 那就是叫做桃花節 那日本就叫做 一個叫初祭的東西 那其實他們就會 將一些模仿 是古代天皇婚禮的 一套那些初人形 也是一些小小的 很漂亮的公仔放出來 那祝賀女兒 要健康幸福地去過日子 那而在這個節日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小丸子的時候 他們是會穿得很漂亮 就是會穿和服 然後又去 就是晚上 又有些攤位遊戲啊 然後一起去上花 這樣很開心 那又會吃一些點心的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媽媽就介紹了 她們到底是吃甚麼點心 因為這位媽媽呢 她自己也生了一個女兒的 所以呢 每年2月呢 她們就會開始把一些公仔 放出來 在玻璃箱裡欣賞 而同期欣賞的時間呢 她們都會吃一些 叫做初鮮的點心 那兩隻字是 初是初型的初 先是 上面是下雨的那個雨 然後下面呢 就做一個散開的散 叫做鮮 初鮮 那有三款顏色的 有白色 粉紅色 和綠色 那他們是用一些爆米香 混合了一些糖衣黃豆 而成的一些點心 那後來呢 她們也有出售一些 是這三種顏色 重疊的一些零餅 即是 其實是三層零形的一些糯米糕 但是 就 現在就越來越少了 可能是因為 賣相更好看的味道 那媽媽也說呢 其實她小時候呢 在初製的時候呢 她們還會喝到一種 叫做白酒的飲料 那種白酒就不是意大利 就是歐洲那種酒 她說呢 是用蒸糯米加味淋 而造成的甜酒來的 那但是現在就很少有了 因為呢 她們都覺得 女孩子還未成年 喝酒好像不太適合 那但是大人呢 又會嫌她太甜 那所以 逐漸逐漸 就沒有了這個習慣了 那而原來呢 都有一種壽司呢 是就著初製 而 產生出來的 因為其實這個初製 她們叫做桃花節 那就是喜歡一些東西 是可能 色彩一點 那她們就做了一種叫做 散壽司 散是散開的散 那其實 她們的做法呢 是 將 就是飲了糖醋的米飯 再拌一些魚 那還有裡面呢 其實是會放了一些香菇啊 海鰻 就是鰻魚啊 還有冬豆腐啊 還有一些 用醋泡過的蓮藕 切切切 然後拌在米飯上 那就再拌魚一起去吃的 那所以這個呢 壽司呢 就不需要再去沾醬 醬油就可以吃的了 那這個就是 女兒節通常會出現的食物 那原來呢 那些人形公仔 我常常都想呢 她放了出來 但她不是長年放的 那她放到什麼時候呢 原來都是一個 她們的傳統來的 就是呢 她們去到五月 即端午節的時候呢 就會收走她 那原因是說呢 因為如果遲了收走呢 那女孩子長大了之後呢 就會遲婚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所有家長都不想見到的畫面 所以呢 通常去到五月份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到端午節的時候呢 她們就會收走那些公仔 那如果家裡是有男孩子的話呢 她們就會換一些五月人形出來 那其實是一些盔甲的公仔出來 那而 因為五月份都是端午節 端午節 她們又會掛其他東西出來的 那個也是我小時候 經常看電影啊 或者看卡通片會看到 但是不知道有什麼作用的一些東西 那個就是鯉魚旗了 原來呢 鯉魚旗都有分三種顏色的 有黑色啦 代表真鯉魚啦 紅色代表非鯉魚啦 還有藍色是代表小鯉魚啦 那三種鯉魚旗呢 其實是象徵著一個和睦的家庭 所以她們呢 通常就會在門口啊 或者在她們的騎樓位呢 就掛上了這個鯉魚旗啦 然後就隨風飄動很漂亮的這樣 那而在端午節呢 她們是不會吃種的 但是呢 她們會吃一種 令到我非常confused的一種東西 就是和菓子啦 但是她們是指定吃其中一種和菓子 她們在端午節的時候呢 就會吃拍餅 那什麼叫做拍餅呢 其實拍餅呢 就是如果你看相片 本書裡面呢 她有附送了一張相片 就是關於拍餅的相片 那我看呢 是有一點點像我們平日吃開的茶果 那其實呢 就是用一塊拍熱包著的 硬米糕啦 那然後那個 硬米糕是白色的 那裡面有餡的 有三款啦 那當中有紅豆沙啦 有情沙啦 還有一款叫做味噌 那但是味噌呢 她就括著呢 就說其實是白豆沙加白味噌 還有糖 這三款味道的 那這一種拍餅呢 是其中一款和菓子啦 但是其實呢 原來她們不同的月份呢 是會吃不同的和菓子的 例如啦 初春的時候呢 她們會吃一款叫做鵪餅的和菓子 而在三月份呢 就會吃鵪餅 那雖然她們都是叫做和菓子啦 但是其實她們的味道 她們的做法都不同的 例如鵪餅呢 其實是用糯米 首先磨成粉啦 跟著再加水和糖去煮的 那所以她們的做法 其實有點像中式的年糕 那吃起來呢 就比較像麻薯 就是軟綿綿的 而且她在吃之前呢 她就會撒一陣的綠豆粉 那所以味道呢 都是偏甜的 那什麼叫做鵪餅呢 鵪餅就比較特別啦 她在一本書裡面呢 就有一張相 那這張相 我先形容給大家聽 就是呢 她上下就有兩塊樹葉包著 那原來那兩塊樹葉呢 是鷹葉來的 也是用鹽葉過的 那而中間呢 她就有一塊是用糯米粉 和紅豆沙去造成的一個糕點 那她呢 就把它染成了粉紅色 那所以呢 都挺少女味的 就是真的櫻花樣子的櫻餅 它跟柏餅有點像的 因為柏餅呢 剛才不是說她也有一塊樹葉在底 有一點像我們平日吃的茶果 但是呢 柏餅那塊柏葉是很硬的 是不能吃的 它是用來殺菌用的 但是呢 櫻餅這兩塊 就是上下夾著 被鹽醃過的櫻葉呢 她們就說可以吃的 但是呢 你吃的時候你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拌上那塊葉去吃 或者你拿走那塊葉 只吃中間的餡都可以 雖然和果子真的很吸引 即是無論是看新井一二三 她寫的文字 去形容它的味道 還是看附帶的一些相片 都真的好像很好吃 而且她其實有說 柏餅是很容易做的 但我完全沒有心動 很想跟著去做 反而是看了幾個篇章之後 就淡忘了 但是呢 這本書裡面呢 是有一些東西呢 令到我心動很想做 而最後我又真的跟著一起做 那樣東西叫做Garley 也就是醋炮嫩薑片 什麼叫醋炮嫩薑片呢 其實就是 大家去壽司店 你會看到 當你吃魚生魚 吃壽司的時候 桌面通常會放了一盒薑 那一盒呢 就是醋炮嫩薑片 其實它不是很辣的 它比較多的味道呢 是酸酸微微 甜甜的味道 這樣 而 因為新井一二三呢 她家裡的長輩呢 是做壽司師傅的 所以呢 他們是會認識自己 在家裡 即是當嫩薑出產的時候 即是皇季的時候 他們就會買一大堆 然後回去自己醃 其實很簡單 他也有簡單介紹了那個做法 那其實只不過是 你去買了些暖薑 那你切成薄片 然後呢 你輕輕用鹽醃一醃 然後就浸在 放了鹽 糖 和白醋的瓶裡面 那其實浸兩晚 你就可以吃了 那 而有一天呢 我又剛好在家裡 樓下的街市 看到有暖薑買 其實那時候是貴味 即是白月味的時候 那些薑已經偏向老了 但是呢 它依然比我們平日吃的薑 是亂的 因為我們平日吃的薑 它的外皮是蟹沙沙 有少少土黃色的 但那些亂薑不是的 它是偏白的 即是有少少淡黃色 甚至去到白色 然後中間的枝折位 它是少少粉紅色 是很漂亮的 而且摸下去是滑滑滑的 那我買了一大堆 然後有大概上網去 學了別人的 recipe 就做了 基本上你醃了一晚兩晚 你就可以吃了 然後你放在冰箱 其實都真的可以吃半年的 那本身就想著 應該是要吃壽司的時候 用來夾味用 即是以前聽說 例如你吃三文魚壽司 那你的口已經有三文魚的腥味 和鮮味 但如果你再吃拖羅的話 兩個味就會撞得很厲害 而且你沒辦法 很清楚地嘗到拖羅的鮮味 那所以中間 通常那些人就會 吃一吃這個薑片 叫做隔一隔 還有去醒一醒 味覺之後再去吃其他魚 那作為壽司師傅的女 她就說 原來這個咖哩 都有另外一個 比較實際的用途 她就說 通常我們吃那些 魚子壽司 即三文魚子壽司那一類 那些魚子 如果你想去點醬油的話 就會很狼狽 然後魚子就會跌到一粒一粒 在桌面 甚至在豉油盆裡 就很狼狽 又吃不到很浪費 那樣 但是呢 師傅就教了 她說 只要你拿一塊薑片 然後你當它是一個刷 即是那些刷 然後你就蘸些醬油 然後輕輕在魚子上面擦擦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 很優雅的姿態 吃到一個喝了醬油的魚子壽司 那她說 其實這個方法呢 都適用於其他 例如飯糰 很容易散開的一些食物 所以這也是她給大家的小提示 《這一年吃什麼好》 這本書呢 總共有334頁 而作者呢 就將這本書 解開了12個月 每個月呢 就用了大概5至8篇的文章 去介紹那一個月當做的食物 可能是一些水果 海鮮 肉類 一些家常便飯 又或者是一些日本地道的小食 那也都 因為作者 他其實是深受著 外國 即西方 和中式的飲食文化影響 在這本書裡面 都不難去找到那些影子 例如其實在本書的尾部 其實 作者在年底的時候 去了一段台灣高雄 所以她是有很深入地介紹 台灣的一些食物 即一些小食 那樣 而我個人呢 就覺得那本書 其實真的不難看的 首先就 因為文字非常淺白 而且因為它介紹得很開 即是它不是一本小說的形式 通常你開始了一個故事 即是我 很模式的 如果我看小說的話 我就一定要由第一版 看到最後的版 如果前面忘記了 我會重新溫的 那看這本書的時候 正正就是我要準備我的音樂會的時候 所以很多時間是要專注在練習 就沒有辦法一氣呵成 看完整個故事 但它這種一章節一章節 有一點點像是日記形式 這樣去記錄食物 或者是文化這個方式 是頗容易去看 而且頗舒服的 那就令到 可以很繁忙 或者很Tense的情緒下 可以抽離一下 看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 所以是頗建議一些 比較害怕看長篇故事的朋友去看 而且其實你看完之後 真的會對日本的不同節日 多了認識 以及日本的飲食文化 多了認識 所以在看的過程當中 我經常都說 原來是這樣的 蛤?是這樣的? 經常都會有這樣的情緒出現了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找來看 但是這本書 就比較難去看到作者的文筆 因為那些題目全部都很淺白 那所以呢 如果想看文筆的話 這一本就不是真的 那麼精選 但是如果以Lessure來說 我覺得挺好看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好 同樣 都更新了 《月曜日文創緣》的歌曲 那大家聽完這個節目呢 除了如果有興趣可以找到一本書來看之外 都可以去聽歌曲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